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周是什么呢 礼拜三 7月28号 水星从巨蟹进入狮子 我想那也是意味着大家终于有一点回魂 开始进入赛事的一个阶段 气氛整个明显热闹起来 而且水星也跟我们关注的焦点有关 所以接班人第二代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这些水星的议题 或者是争取自尊 任何想要得到自尊的人 很可能都会有爆发力起来 那还有呢 就是木星的跨栏了 木星这一次终于要逆回到水瓶座了 我们告别了5到7月 木星双鱼的历程 木星双鱼让我们深深的无力感 可是它又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跟启示呢 我们又要回到了一起狂欢 或者是一起集体做些什么的时候 当木星退回到水瓶 木土合相的这个星象 改变社会的星象能量又要回归了 一直到年底 这个星象都在哦 所以我才会说 穷则变变则通嘛 你有没有找到怎么适应这个新社会的方式呢 而且在这个时候 外行星跟内行星都是处于对峙的局面 这也是我们说社会比较纷乱的原因 新群已经来到了狮子座跟处女座 也就是说大家更有自己的想法 或者是很努力的试图恢复生活的秩序哦 也许我们可以期待的是 当新群来到天秤座的时候 我们又会比较有更好的解方 本周还有一个重要星象 就是火星冲刺了 哦 听到火星冲刺 是不是大家就会有点紧张呢 一项呢 火星冲刺就是火能量高昂 除了东京奥运让这些运动选手或运动赛事 非常的难分难解之外 这个火星呢 也意味着我们要注意一下 生活当中的用火啦 或者是大家情绪也比较容易激动 没有什么耐心 那这种冲突或言语的激烈 或为自尊心而争执的这个几率就特别的高 大家要特别注意哦 我们来看对个别星座的影响又是如何呢 以工作上来说 金牛双子处女跟魔节是有感应的 金牛星座的朋友 工作一桩接一桩哦 这件事才忙完 下一件事又过来了 所以你要注意的很可能是要小心过劳 或者是不自觉的可能工作过度 然后忽略了自己的筋骨啦身体状况啦 这个是要注意的 另一个是双子座了 双子星座的朋友最近倒是有升官运 当然所谓的升官也不是等着别人找你哦 而是你可以想方设法杀出一条血路 另一个呢是处女座 处女星座的朋友跟专业人士的合作将会为你大大的加分哦 所以那些很厉害的人都是可以考虑的呦 而且也要好好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互相配合 另一个是摩羯座 摩羯星座的朋友 员工运相当的好哦 或者是你展现了积极的一面 你也能够得到非常多人的看重 我们来看感情方面 那是天平射手水平跟双鱼 天平星座的朋友 最近感情运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哦 只是有可能好桃花烂桃花一起来哦 那当然在这个时候也很可能是感情有了飞跃性的跨越 比如说开始定终身啊 或者是你的告白很成功啦 两情相悦啦 是好消息哦 另一个呢是摄手座 摄手星座的朋友 感情方面跟前任还蛮有关系的 也许是前任的事情让你有一些想法啦 或者是想要求和 蛮有机会的 另一个呢是水瓶座 水瓶星座的朋友 你的桃花跟居家的氛围有关系哦 所以展现你的厨艺 或者是让别人觉得你很有家庭观念 都是很不错的吸引点 另一个呢是双鱼座 双鱼星座的朋友 你的桃花运来自于职场 而且对方应该是蛮有身份地位 或者是还蛮有工作能力的人哦 我们来看金钱方面 那是狮子跟天蝎乐 狮子星座的朋友 最近有不错的净财运哦 比如说得到馈赠啦 或者是有一些投资的红利啊 算是好消息哦 不过你也有可能蠢蠢欲动 想花钱的欲望 另一个呢是天蝎座了 天蝎星座的朋友在这一周正财运蛮好的 如果你是自由工作者 那么最近就是多劳多得多接case 然后进账很快哦 我们来看健康方面 那是白羊跟巨蟹了 白羊星座朋友可能跟血脂肪胆固醇之类有关的部分 可能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 所以该减肥的 赶快减肥 或者是改变生活习惯吧 另一个呢是巨蟹座 巨蟹星座的朋友 最近可能也有点怠惰的迹象 以至于让你很焦虑 比如说身材可能 好像跟以前的紧实不太一样了之类的 有这样的警觉性是蛮好的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